就是不爽 所以把它給暗殺掉了 聽起來很可入文 對 美國其實196、70年代都幹了蠻多這種事情 本集由王室言創藝術有限公司獨家贊助 你們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去做 像是為主做的 不像是為人做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習筆記 那我是阿牛哥 我是賓周 上一次我們跟大家聊到就是 經濟上的左派跟右派 那左派跟右派 這感覺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組合 是不是可以請賓周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 大概有哪一些組合 對 既然區分了政治面向上的左與右 經濟上的左與右 那它這個兩個組起來有四組 這個在人類歷史上 或者是我們政治生活上是確實是有的 那我們今天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政治上的右派 配上經濟上的左派跟右派 那這兩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稍微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政治上的右派配上經濟上的左派 對 其實這個例子在歷史上有出現過 這種國家通常是極權國家 或者是有威權主義傾向的這種社會主義國家 那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 就我們上次講了 因為經濟上的左派強調社會平等 它如果配上政治上的威權的這種東西的話 在歷史上出現過至少兩個 像德國納粹黨你聽過嗎 就是希特倫那個黨 一直殺人的那個 對對對 他屠殺猶太人 那這個屠殺猶太人這件事情 代表了他其實是政治上的右派 因為國家權威 他想要實現德國的偉大 亞利亞民族的這個偉大 這樣聽起來 川普好像也很危險 有那個傾向 不過他不至於做這些事情 那希特倫是一個很極端的這個例子 那我講就是說這個納粹黨 可是你知道納粹黨的全民是什麼名稱嗎 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聽起來很長 那我只是要跟你講說 納粹黨相信什麼 國家社會主義 有沒有聽出什麼東西吧 感覺跟中共的類似 對你聽到一個社會主義這個字嗎 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德國這個國家社會主義 是要反對共產黨的 可是他反對共產黨 可是他做的事情 確實要讓德國的工人沒有失業 就是提高就業率 所以他要做的其實也是要達成 國家內部的這個平等 所以在經濟上 他可以說是偏向經濟上的負壞 提高就業率 然後國家建立起一個壟斷的這個經濟制度 所以希特倫他為什麼得到德國人這麼高的歡迎 因為在經濟社會政策上面 他確保了德國人的高度的這個就業率 聽起來很不錯 只是他越走越偏了嘛 對 他偏了其實就是政治上的極權主義 那還有其他例子嗎 其他例子其實就是台灣跟南韓 台灣跟南韓我們一般來講 就最喜歡舉個例子 其實就是威權時期的兩蔣政權 跟這個南韓的普正熙政權 你知道台灣跟南韓都出現經濟奇蹟過嗎 對啊 那經濟奇蹟的代價是什麼 人權就是被抹煞掉了 沒錯 就是說政治上的高度壓制 你看在這個南韓的普正熙的時期 他創造了這個漢江奇蹟 對 所以現在韓國的企業世界有名 對 那台灣經濟發展也仰賴很多中小企業 那那個時候是在台灣的一些的官僚主政之下 他知道台灣應該要走什麼樣的經濟政策 然後去引導台灣走什麼樣的經濟政策 所以經濟能夠高度發展 可是在政治上面這兩個國家都採用威權道理 也就是政治右派 國家權威 這樣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政治上的右派 然後經濟上的也是偏右派的一個例子 政治上的右派它是國家高度權威 那經濟上右派我們上次解釋就是 要這個市場主義要開放 所以歷史上有出現過就是智利 智利其實當時1970到80年代 是軍政府統治 有一部電影叫做No 這個就是在講皮諾契將軍的統治 當時皮諾契是誰幫他上台的呢 No 就是美國的CIA 因為這個皮諾契將軍的前一任 是左派哈葉德總統被暗殺掉 因為他們走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 美國覺得不爽 所以把他給暗殺掉了 聽起來很可惡耶 對 其實1960年代都幹了很多這件事情 那他們扶植了一個什麼政權呢 就是政治上高壓的這個獨裁政權 可是在經濟上面呢 卻符合美國的標準 因為經濟自由化 所以平諾契上台之後 他進行了這個經濟改革的這個措施 就是創造了智利奇蹟 你看又是一個經濟奇蹟 但是在政治上卻是高壓 對 那你知道他這個經濟奇蹟跟台灣的是不一樣 他走的是這種自由化的這種政策 當然不知道 對 那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跟我們非常接近的中國 喔 中國 我問你喔 就是說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說中國 他是政治上的右派 然後經濟上的也是右派 其實不太知道 因為中國算是共產主義 所以他有介紹到是左派 那怎麼會又變成右右呢 感覺不是左左是右右 中國是一個讓人非常不能明白的概念 那可以確定的是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 他們慢慢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 所以1992年鄧小平確定說 中國要走市場經濟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記不記得1989年中國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六四天安門 對對對 非常好 那六四天安門是幹嘛的 六四天安門學運 學運 然後政府對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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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坦克人對不對 那個照片 那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政治上的高壓 不許人民爭取民主跟人權 所以這個特色在政治上是左還右的 政治的話是右 對政治上的右派 可是你看他經濟上面 他為了要讓中國人民都富起來 這是鄧小平的名言 在經濟上他就要自由開放 讓人民都能夠做生意 有飯吃 然後呢 不要來管政治 政治讓政府管 經濟也去自由開放 這就是政治上的高壓的右派 經濟上的右派 這樣 這樣看來也很難下定論到底是什麼 什麼壞 對我們現在就是在做一個分析 至於好壞的話我想 這就讓觀眾自己去判斷 那我們要不要介紹一下政治上的左派 跟經濟上的左派呢 我們今天時間花了蠻多 我想應該下一次我們再來跟大家聊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就更複雜了 對 好那我們這一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你對我們的節目有什麼想法的話 你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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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